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圈子里那些相当出众的艺人,让人特别羡慕,总会有助无数资源 不是在这里拍戏就是在那里拍戏 比如说龚俊,能力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 虽然是90后,展现出来的演技好比一位资深老戏骨 关于他再次获得一部大男主戏《安乐传》 引来无数话题,也讨论女主角的资源好不好 爆料出来的信息让人惊喜 女主角是一线当红小花,资源相当好 看到造型让人怦然心动,促使更多人想要了解作品 看到某些艺人在圈子里有任何风吹草动 总会引起无数人的观望,在他身上散发着无数光芒 参与任何角色,举手投足之间的变化 会引起观众情绪上的变化 一句简单的台词,让人产生愉悦的心情 这就是实例,龚俊不断付出 神根磨炼,为自己创造了无数机遇和机会 展现出来的人物,不经意之间就会给观众带来一阵惊喜 从而为作品带来更多成绩 包括播放量,也会得到更多观众喜欢 不要以为任何作品,可以轻而易举获得观众追捧 成为观众心目中的一部经典 或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这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这么多作品,呈现在荧幕前 又有多少能拿到几十亿播放量 数量是很少的,也就那么几部 安乐传剧组为了创造更多热度 带来了一系列答案 比如,透露了领衔主演的男主是龚俊 他能带来什么,你们会收获什么 其实心中也是非常有底气的 爆料出来的男主角,被认为能力出众 有助无限可能,展现出来的风格 包括他的每个举止,每个眼神 让观众有助许多遐想空间 得知龚俊再次出演一部大男主戏 呈现出来的话题不是一般的多 网络上任何角落里都能找到一大堆话题 说明他的实力到底有多么出众 也给作品带来更多底气 爆料出来的另一条信息 引起了大家的围观 也就是说女主角是一线小花 资源出众,实力称得上是老戏骨 这么多的作品如何才能够脱颖而出 让观众记住 或者陶醉在剧情中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所有的头绪和问题 需要认真考虑 导演只有选择适合的演员 让他们担任重要角色 才会让作品拥有更多期待 《安乐传》剧组爆料出来的 女主角是迪丽热巴 她有多优秀 实力有多强 在你脑海中马上就会 蹦出一连串标签 当红女星 毫无疑问 是众多女星中的佼佼者 能给观众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惊喜 哪些当红艺人或者处于顶流的演员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克服了无数困难 洒下了许多汗水 万万磨练出来的 并不是说一部作品 两部作品就能获得大家认可 也是参与了无数角色 不断提升和磨练演技 才能站在相当突出的位置 关于迪丽热巴展现出来的人物和造型 总会让人拥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任何角色都能被她拿捏得十分到位 就像从原著走出来的 导演只有把握好任何细节 调起好的剧情 邀请了大家喜欢的演员 那么 整部作品的情况 能达到一个相当满意的境界 能不能成为一部热播剧 或者拿到几十亿播放量 就看演员展现出来的剧情 有多大吸引力 自从龚俊爆料获得大男主戏 获得了许多粉丝支持 剧情丰富 演员阵容豪华 女主角是一线当红小花 词员特别好 当你看这一系列情况 你对作品有多大期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